第三课 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后语法练习 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的练习 第一部分的练习是将句子改为否定句 来看第一个问题 真的吗?我也是 这个句子怎么改呢? 真的吗?我也是 答案是真的吗?我也不是 来看第二个句子 爸妈一定要孩子学中文 这个句子怎么改呢? 答案是爸妈不一定要孩子学中文 下一个问题 写字就很痛苦了 写字就很痛苦了 答案是 应该怎么改呢? 我们来看 写字就很不痛苦了 写字就很不痛苦了 下一个句子 华人很幸运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华人很不幸运 华人很不幸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的练习 下一个部分的练习是 将句子改为是非问句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 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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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改呢? 答案是很难说吗? 很难说吗? 还是 是不是很难说? 是不是很难说?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汉字是有故事的吗? 这个句子怎么改呢? 答案是 汉字是有故事的吗? 还是 汉字是不是有故事的? 我们来看第三个句子 我们真的喜欢学中文 这个句子 应该怎么改呢? 答案是 我们真的喜欢学中文吗? 还是 我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学中文? 我们来看下个句子 说话不难 说话不难 答案是 说话不难吗? 还是 是不是说话不难?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三部分的练习 第三部分的练习 是将句子改为 否定疑问句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知道这个故事 这个句子怎么改呢? 你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答案是 你不知道这个故事吗? 你不知道这个故事吗?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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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你不听我说吗? 你不听我说吗? 我们来看下一个句子 学生们都在教室 学生们都在教室 我们一起想一想 答案是 学生们都不在教室吗?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你跟他练习说话 你跟他练习说话 答案是 他不跟你练习说话吗? 他不跟你练习说话吗?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教学影片 欢迎你们帮我们分享 按赞还是订阅 那我们就下一课见咯 拜拜